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的健康同學會 保健室主任 潘維宗教授 潘老師你好 大家好 好 我們今天有一位新老師呢 是嘉義基督教醫院嘉義科的 張玉成 張醫師 張醫師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同學好久不見六年齡班的 呂文婉 文婉好 大家好 我真的好久不見 你越來越年輕了 你美麗如席 相互恭維完畢 互相吹捧 好誇張 對 好 那是我們長的五年六班 王惹人你好 大家好 今天還是裕廚 我已經要長少來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樣安德哥會恭維我 就為了那幾句恭維 所以就要少來 因為你知道嗎 沒問題 從今天以後就男子 把那段剪掉 剪掉 安德哥最近真的瘦了 對 而且那個法座 這倒是真的 瘦很多 而且他有對健康意識已經抬頭 瘦了之後就變年輕 年輕之後就變帥了 對 我們決定要連坐十級 如何瘦得好 讓大家瘦到 沒有啦 開玩笑的 那最近由於 現在由於網路上面的發達 很多那個健康常識呢 也不曉得到底對不對 就散布得很廣 比如說我隨便舉個例子 聽說三秒膠可以治療傷口 比如說我們用小割傷 我們用三秒膠黏一黏 天啊 那還得了 那一天不是新聞才說 有個人的眼睛 不小心被三秒膠噴到黏住了 多危險的事情啊 好 但是我告訴你 這題答案 三秒膠能夠治療傷口 搞不好是對的 我跟你講 那問題就來了 這是一台電腦 電腦裡面的網路的消息 到處流竄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破解 是意想不到的網路五大健康常識 包括你剛剛講的 也就是說這五個呢 有的對 有的錯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一意地來為大家破解 你剛剛那個三秒膠 就真的意想不到 對 真的意想不到 好 那節目一開始呢 我們今天的保健室電子報 美國加州大學一位教授 叫做巴加尼尼希爾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名字 那麼他做的一個研究團隊 在二零一二年八月發表 在美國老年醫學會的 官方的學會期刊上面 他的研究報告顯示就是說 我們每天不是刷牙嗎 這刷牙不僅可以保持口腔健康 竟然也可以降低失智症 所以因此呢 如果你想要降低失智症的話呢 從今天開始 你可以要好好的刷牙囉 那麼這個研究報告 它是怎麼做的呢 它是用五千四百六十八位 加州退休社區裡面 實驗年齡介於五十二歲到一百零五歲 蠻高瘦的喔 這個民眾為對象 並且隨訪呢 一九九二年到二零一零年 總共十八年時間呢 追蹤他們就醫的情況 健康訪查 口腔健康 清潔習慣有無帶假牙等等 那麼這五千四百六十八位民眾 剛開始做研究的時候呢 完全沒有失智症 可是等到十八年實驗結束以後 當然這時間蠻長的喔 那麼研究人員共發現 有一千一百四十五位 被診斷出患有失智症 也就是說大概有百分之二十 得了這個失智症 還蠻高的喔 那麼他在研究的裡面 他看得到就是說 你如果每天呢 一次都不刷的喔 因為少於一次 就等於一次都不刷了嘛 一次都不刷的女性呢 她患失智症的機率呢 比每天至少刷一次以上的人呢 多百分之六十五 那麼男性來說呢 刷牙的比例呢 跟失智症 也有相對應的一個關係喔 不過看起來 女性的這個影響程度 比男性來得高喔 那麼其實很早很早以前 我們就知道說的 牙齡炎啊 牙周病等死科疾病 跟很多的疾病都有相關性 比如說像糖尿病啊 中風啊 甚至像心臟病等等的 所以因此呢 這個牙齒的健康呢 是非常的重要 否則的話這些細菌 有可能循著血液呢 進入身體裡面去喔 那另外呢 我們大家都知道 保健師經常提到 牙齒如果不好的話呢 咀嚼功能就變差 咀嚼功能變差的話呢 營養攝取也不可能均衡 因為你每天都吃一些 那種流質的食物喔 有些硬的食物你就吃不到了 所以呢 營養不會太均衡 另外呢 你每次咀嚼的時候呢 可以活化腦部的血流 那這個是我們以前就知道說呢 當你活化腦部血流的時候呢 那失智症當然有可能降低喔 所以因此呢 看樣子呢 口腔的健康呢 確實跟腦部的疾病 有很大的相關性喔 那麼到底 失智症的高危險群是哪些人呢 我們應該如何預防呢 那第一 跟年紀有關 這個年紀我們可能 沒有辦法阻止喔 反正你年紀越大 發病率越高 這個是我們無法控制的 不過下面幾個 是我們可以控制的 第一個過重或肥胖 那麼可以引起這個腦部 病變的情況比較嚴重 第二個就是三高 高血核高血糖高血脂 也可以造成腦部的病變 另外像抽菸 如果你有抽菸 麻煩現在就戒掉喔 那另外就是呢 憂鬱症 憂鬱症也可以造成 這個腦部退化的一個情形喔 那麼目前來講 醫學界對於這個所謂的老人 失智症的治療 到底是怎麼樣呢 因為我們保健師經常提到 失智症的危險因子 失智症的情況 很少提到治療 那目前我們 以這個失智症來講 出分為血管性的失智症 跟阿茲海默的這個失智症 那麼如果是血管性失智症的話呢 我們要進行所謂的危險因子的調控 比如說你有高血壓 血壓控制好 糖尿病 血糖要控制好 血脂高 血脂要控制好 像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運氣好的話 說不定呢 恢復血流之後呢 這個治傷可以恢復的很多喔 但是阿茲海默症目前來講 是沒有可以完全治好的藥物 不過呢 可以延緩它的衰化的速度 所以因此在初期 或者中期的失智症 阿茲海默症的病人呢 可以用很多的藥物 比如說像膽減煤液滋劑 阿茲心啊 益思能 益力靈等等的 那麼另外呢 像這個MMDA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腐胺酸受體結抗劑呢 也可以使用在中重度的失智症 但都能 都僅能延緩惡化而已喔 那另外像行為 跟情緒症狀的治療 也相當的重要 最後呢就是維持家中固定的擺設 多運動多動腦 多參加社交活動照顧寵物 都是很好的一些照顧的活動 就像我們保健師經常提出來 每天打三通電話給你的親友 其實也是非常好的一個方式 希望大家都能夠 來預防這個老人失智症 從今天開始 勤刷牙 中醫室有時候講 泡腳的時候 我們可以戳戳耳朵 因為耳朵上有很多很多的穴道 對 我們可以稍微戳耳朵 然後記得把這個有沒有 我們這裡有一些風池穴 然後還有我們的百惠穴這邊 都可以稍微按一下 對 各按一下 然後揉一揉 然後記得最後把手搓一搓 搓熱 歡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學會 好 我們常說這個網路謠言 有時候是滿天飛 到底什麼才是真的 什麼才是假的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先破解一下 第一個 生薑可以治療我們的頭暈嗎 我們先請 我們這四位常常上網路 關注的這個 同學們來舉牌 一定會常看到的 是治療頭暈嗎 好 準備好了嗎 來 一二三 請舉牌 有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好像我知道薑呢 有時候我們以前小時候跌倒 阿嬤就會弄酒 對不對 加薑 可以腿腿的消炎 所以妳覺得生薑是消炎 然後現在就是說 可以吃的話 可以幫助這個消化 然後沒有這個脹氣會好一點 所以關於治療頭暈 你不曉得對不對 對 我覺得應該沒有 沒看到這個 那文婉呢 到底有沒有關聯 我選圈的原因是 大家記得嗎 就是以前小時候 風寒的時候 你下課了 零到雨了 或者是突然天氣變冷了 回去不舒服 這樣媽媽就會用生薑 對 她去燉那個薑湯 然後裡面加一點黑糖 好好喝喔 那妳剛剛說跟頭頭 有什麼 我是覺得說 除了四肢冰冷退卻以外 本來覺得 好了 就不會那麼不舒服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有關聯 所以這是心情好囉 對不對 沒有 就是暖 暖你的手 然後再來我覺得 那個暖胃的感覺 也很舒服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一般醫學常識 大家的水準 知道嗎 就是說我們講出這個答案 好像也有點雀生神的 就是說不想說我們講的到底 對不對 雖然我也是舉圈 我也是 那你為什麼會覺得對 我猜的 你猜的 我猜的 好 可是我是經驗分享 因為你知道 我兒子很會暈車 他只要每坐車就暈 所以到後來你知道 到那個 我有一次在那個廟的前面 不是都有賣一些特產品嗎 然後就有弄那個薑糖一整條 然後切了薑糖一整包 然後他給他含一個的時候 他真的就不暈車 所以我一直覺得他可以製暈車 跟頭暈 對 不是要含那個酸霉嗎 沒有沒有沒有 他一直對那個薑 所以他每次他只要去做消 像最低它DNC 真的啊 是含薑嗎 對他去含薑糖 然後或者說我跟他講說 那你這個把薑片 我把那種老薑片 有沒有 把那個蜜製 製成那個用點黑糖麻 蜜製起來 然後把它放在袋子裡面 今天他講說 你就說你覺得不舒服 你把它含在嘴裡面 嚼一嚼 所以你這個是實力 對 聽起來蠻可信的 對 就跟很多網路遙遠一樣 看起來都對 講起來都不對 好 沒關係 我們現在趕快有兩位專家 那兩位專家 大家是舉圈還是差呢 來 一二三 生薑可以治療頭暈 兩個三角形大嘴巴 那就請這個潘老師先來說 好 來 那首先呢 第一個就是 在醫學裡面的這個頭暈 兩個字啊 它的原因非常的多 那而且呢 它的種類呢 也非常的多 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頭暈跟眩暈就不一樣 你們都覺得不一樣 你們都覺得暈 都是暈嗎 對 但是眩暈呢 眩會轉呢 對 眩會轉 那頭暈不會轉 頭暈不會轉 對 頭暈不會轉 所以因此呢 在醫學界裡面呢 我們一定會詢問這個 不舒服的人說呢 那你到底覺得有沒有在轉 是哪一種 有沒有在轉 所以第一個我今天說明 眩暈跟頭暈 就不太一樣 就不一樣 然後那個剛剛文婉提到的頭 頭痛又跟這個不一樣 對 頭暈差起來 頭暈跟頭暈不一樣 差一個字差很多 我頭痛有幾十種 沒錯 沒錯沒錯 所以旅婚晚這樣問題學生來 讓老師很 我們也很頭痛 但是沒有讓你頭暈 對 動暈更沒有 對 更沒有 更沒有姿勢性的頭暈 所以老師沒有暈車就對了 那我們請教這個張醫師 你的看法 你為什麼也是一個三角形 是 我完全同意剛剛 潘老師所說的 其實我們在講頭暈的時候 其實他分的 他定義跟他的區分的類別 非常多種 所以我們一般人講頭暈 跟你們醫生 講到 想到的頭暈是不一樣 差很多 很多時候大概只有 說的人 他自己知道他的暈是什麼意思 是什麼暈 那種意思跟真的整個房子在賺的那種暈法 不一樣 其實意思是差很多 有一些他可能是因為平衡神經的問題 有一些像剛剛潘老師所提到的 有一些那種知識性的問題 或者是這種梅尼爾式症 那一些可能是平衡神經的問題 有一些可能是中樞神經的問題 比如說 往腦部去的血管 他可能比較狹窄 或者罐流不足的時候 也會造成這樣子的問題 有一些可能是全身性的問題 那種全身性的 可能是因為他的電解質的問題 或者是他全身產生一些疾病 所造成的全身性的問題 或者喝酒 酒精所造成的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頭暈的種類非常的多種 所以到底他能夠緩解哪一種 特別是僵 在醫學研究上面 大概目前大家比較有共識的 一個就是剛剛提到動暈 這個部分 特別是跟旅行相關所產生的 這些的噁心嘔吐 或者是動暈這種情況 這個部分比較多已經被證實 所以生薑是可以的 對對對 但是目前也有一些是對於 比如說特別是在最近有一些期刊 特別對一個東西有興趣 就是因為化療引起的 因為化療引起的一些 頭暈或者嘔吐這些的現象 認為薑可以緩解 那其實可以緩解的東西很多 為什麼特別提薑呢 因為它便宜 因為它便宜 所以它能夠有效果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它是不是能夠取代一些 比較昂貴的 止暈吐的藥 來作為這個利用 有一些古書上 我們在講說 那個薑不要在晚上吃 對 對 古書有出 是有溫和嗎 這樣 晚上吃的時候可能反而會讓你睡不著覺 是啊 而且晚上她說女生也不要喝 所以有手腳病人 她說喝黑糖薑茶睡覺 千萬不可以 對 反而讓你的循環更害臟 沒有錯 所以她有一些時候就會認為說 薑在白天或者早上吃的時候 這個是非常珍貴 所以詹醫師你也同意 剛剛您說的這個說法嗎 就是什麼晚上不要吃啊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她有她的道理在 有道理在 有道理在 這個生薑啊 基本上是過敏的人是不多啦 但是並不是說完全都不會有人過敏 所以如果有人吃生薑過敏的話呢 那你當然要特別小心 不過但是有時候有的人不知道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剛剛我們亞方也特別提到 他說他這個好像這個 腸胃道消化不好的時候可以吃薑 原因是因為他會促進這個消化液的分泌 那如果你有膽結石的病人 你在促進消化液的分泌的話呢 膽結石可能會痛 所以就是說呢 你如果有膽結石的這個病人的話呢 你最好先詢問一下醫生 你要吃生薑 那另外就是說呢 懷孕期 一般懷孕期間 我們是不希望他那個吃藥的 所以因此呢 懷孕的朋友 他就喊一片薑在嘴巴裡面 確實有時候可以 孕吐 對 孕吐可以吃 但是我們並不希望說 他長期來使用 也就是說他短期使用 自己使用沒關係 如果真的他一直都在噁心猶吐 他還是要請婦產科醫生來處理 不要就自己開始當醫生 什麼都不處理了 這個也不對 那另外就是說 在手術前呢 使用生薑要小心一點 因為生薑它會促進血液循環 那個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們怕在手術的時候 對 血液的出血量會增加 所以這幾個人要特別 對 那瑞琳這裡 有一些偏方 可能可以這個緩解頭 這個頭暈 對 剛才你知道嗎 潘老師跟張醫師講 那麼多頭暈的方式 先找出來 不過頭暈的關鍵 其實可以透過這個食療 來補血補腎 然後補血 然後體質上 也可以稍微改善一下 不過重點是像女生 含糧的食物不要吃太多 因為你有發現到 你說吃冰有沒有 吃太大狗 哇靠 頭痛得要死 有沒有 那個時候 就是冰慢慢吃 不要吃太快 然後冷的東西也不要吃太多 還有每天可以 你看現在差不多 冬天要來了 對 我們可以常常泡腳 因為你知道泡完腳 腳暖 心也暖 頭也暖 那時候泡腳的時候 大家可以記得嗎 我們可以複習一下 中醫師有時候講 泡腳的時候 我們可以搓搓耳朵 因為耳朵上有很多很多的穴道 對 我們可以稍微搓耳朵 然後記得把這個有沒有 我們這裡有一些風池穴 對 然後還有我們的百惠穴 這邊都可以稍微按一下 對 各按一下 然後揉一揉 然後記得最後把手搓一搓 搓熱 你才按幾秒 你的耳朵是紅了 是 是說我缺血缺好多 我好痛喔 對 你知道就是稍微這樣按一下 因為這個很多很多穴道 那這邊可以其實可以 讓你緩解一些頭痛 還有就是說上次我記得那個 中醫師都有在講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你可以稍微自己拿湯匙 或刮沙包 把自己自己有沒有 稍微刮一刮 你看 我這裡 其實我自己那天很不舒服 你有刮耶 我自己就刮出來了 然後刮完之後 覺得頭就不會那麼長了 或者是梳梳頭 對 還有梳 梳頭的方式 基本上都是讓我們 頭部的血液 能夠稍微再循環一下 對 但是如果說 你真的已經痛了好久 請找醫師 才是看醫師 因為曾經有在臨床上就發現 他痛很久 自己就說用這種方式 可是事實上 他已經出血 小中風了 對 那很危險 對 這個要特別注意 好 所以這是瑞琳的偏方 我們也可以這個 姑且一試 對不對 單腳型 第二題是什麼呢 好 第二題 好 三秒膠可以治療傷口 好 就是我們幫她講的 對 對 好 那適不遲疑 我們就趕快 四個同學來舉一下吧 對啊 當然是 我們都 我是平直覺了 對 來 一 二 三 請舉牌 插插插 只有瑞琳同學 一個是 三腳 我三秒膠耶 我跟妳說 這個都有陷阱 醫療用的三秒膠 其實噴 因為有些運動選手 他在打球的時候 像打棒球或怎麼樣 他會割傷或挫傷的時候 對 當時他沒有辦法急救的時候 他有用噴的 或擦的那種醫療用的三秒膠 那是醫療三秒膠 對 事實上在藥局 你也買得到 那我有試過 像糖尿病的患者 那有時候傷口 不易癒合的時候 我會用那個部分 給我噴 八把噴 好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個實驗 對 因為我們 我們四位同學 皮膚都這個完畢如俠 沒有任何傷口 對 所以我們 我們請了一個豬肉 來當道具 請個快樂珠 來當道具 就是看看傷口的深淺 大概到什麼程度 才可以用 張醫師幫我們做一個實驗 我們拿了一個快樂珠 不用了三秒膠 來做一下實驗 好 先畫一個傷口 是 然後之後呢 我們在黏的時候 我們是要把它撐平 然後要能夠對得起的 就是說這個傷口 它不應該是不平整 或者沒有辦法對齊 我們的目標是先把它對齊之後 其實自己很難操作 自己不容易操作 一定要人家幫忙 對 有的時候 你可以請一個人 或者自己一隻手拉著 然後另外一邊 你把它撐平了之後 萬一我們眼歪了怎麼辦 對 它的做法很簡單就是 你只需要這樣塗上去 然後慢慢滲進去對不對 不要 不可以滲進去 不可以滲進去 不能滲進去 只能在表面 可是它一定會滲進去 不會嗎 它要拉起來 所以它擔心就是 要小心就是在這個地方 對 你要把它撐平 然後讓它在外面 這樣維持一段時間 大概幾分鐘的時間 一般是說一分鐘就好 但是大概要維持一段時間 等它乾 那它的好處是 它的活動 你之後就可以一直動 就比較沒有關係 因為它的表面 已經有那個張力把它黏住 對 黏住 所以它的原理大概 好處就是在這個地方 但是剛剛您提到的說 它如果滲進去 對啊 怎麼辦 那這個就要很小心 所以在黏的過程 還沒有乾的過程 你就要把它撐平 對 我覺得這樣聽起來 還是沒容膠帶 還是用膠帶比較好 好 我們再來看第三個 第三個是什麼問題 經驗發作的時候 會咬到舌頭 經驗 這個好像 好像也是一般常識 好像也是這樣 經驗會嗎 經驗會嗎 來 我們來看看舉牌吧 一二三 請舉牌 插插插選 好 來 終於我們跟家庭 初步不一樣 好 為什麼 好 那先請問完講 我要答錯了才會 大家知道正確答案嗎 對 你是故意的是不是 搞不好我會啊 沒有 我會啊 我覺得經驗感覺好像 就跟所謂的肌肉 整個完全就沒辦法控制 然後你很容易會有一些 很奇怪的比方說 會有辦法 姿勢啦 動作或幹嘛 或者是很痛苦 導致你沒辦法去 好好把舌頭放好 所以我也要抱著 我自己越講越心虛 我就覺得會耶 搞不好也是對耶 覺得會 因為其實一般人認為 可能應該是會的 我覺得會啦 幹嘛那個表情啊 沒有 因為我是家庭說 你好像有點說服我 我想換牌子 怎麼辦 其實我們打擦 我自己覺得就是 我覺得應該是癲癇 才會咬到舌頭 是不是 精卵會嗎 我是這樣子才打 那你知道那你講什麼 為什麼 我猜的嗎 我猜的 好 那請兩位專家 幫我們舉牌好了 因為你剛剛說的 精卵癲癲 還有抽搐 其實我們也分不太清楚 那這個老師 會幫我們分清楚 好 兩位老師 請舉牌 叉叉 終於有猜對 我們一般可能會常常把 癲癲跟精卵 這兩個東西會搞混掉 會做一點的那個 不大清楚 那一般我們在講 那個全身性的發作 跟局部性的發作 那局部性的發作 可能只有某一個部位 那種叫局部性發作 那全身性發作裡面分為 大發作跟小發作 那所以大發作 就是剛剛我們提到 我們一般觀念中 最常見的那種 楊顛峰 那種全身性的那種精卵 那小發作有些時候 可能就是暫時的失神 細形 然後他的意識可能就消失 就突然間停住了一段時間 那種他是一個小發作 但是這兩個他的意識 都不清楚 都會失去 那在這種情況下 真的會咬到的 我們比較擔心的就是 那舌頭會不會掉下去 卡住喉嚨啊 或者在嘴巴一直咬啊 這樣子 剛提到蛇系帶 其實他在這個時候 是會發揮作用 即使他會 他會在一開始的時候 咬到一點點 其實那樣子的影響都不大 那應該怎麼急救呢 這個我們廣告之後呢 後來再給大家示範 你護住他 當他要倒下去的時候 讓他的頭趕快能夠保護住 對 這很重要 然後接下來趕快把旁邊的東西清開 有一些花盆啊 小石頭啊等等就趕快清開 除非在那個時候真的是很緊急 比如說走到馬路的中間啊 或者一些緊急的情況 這個時候可能要趕快有人幫忙 要不然的話最安全的方式 就是把他周邊的東西趕快清乾淨 那最重要 歡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學會 好 最近墊間發作的時候 急救就要怎麼急救呢 我們請這個張醫師幫我們示範 好不好 是 一般我們在墊間發作的時候 我們大概可以分為幾個時期 第一個是在他一個整個身體 是一個腳功反張的一個事情 那時候全身是非常僵硬的 那第二個階段才會開始 有一些大動作的抽搐 對 那通常在這個之後 他就會就會攤下來了 攤了 那通常我們在說急救的時候 大概只有在前面的那一段時候 他突然間發作的時候 大家會最心慌 經常會發生意外 也在那個時候 可是在那個時候 我們能夠做什麼呢 其實能做的並不多 真的啊 對 因為他真的全身都僵硬的時候 你也不容易搬 特別你在場如果只有你一個人 不是隨時都有很多人等在那邊 要幫你搬 所以而且他的 當他又開始抽搐的時候 你要搬動又不容易搬動 萬一搬的過程他又摔下去了 對 其實那個發生危險搞不好更大 所以經常在他即興開始 你看到他發作的時候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趕快找一個東西 幫他把頭墊住 因為他可能頭撞下去 倒下去的時候可能會受傷 他可能本來是坐著或者是站著的姿勢 你護住他 當他要倒下去的時候 讓他的頭趕快能夠保護住 對 這很重要 然後接下來趕快把旁邊的東西清開 有一些花盆 小石頭等等 就趕快清開 除非在那個時候真的是很緊急 比如說走到馬路的中間 或者一些緊急的情況 這個時候可能要趕快有人幫忙 要不然的話最安全的方式 就是把他周邊的東西趕快清乾淨 那最重要 那通常你可以開始動他的時候 大概都已經到中後期了 這個時候 那從前中後 就是一二三這個階段 一共是歷史多長 一般大概在五分鐘左右 或者甚至更五分鐘 就會結束了 如果他持續時間很長 比如超過了甚至十分鐘以上 這個時候可能就要趕快打電話 但如果你是看到他發生 其實時間就只有這樣子而已的話 先不要太急 保護住他比較重要 那這個時候他可能比較會發生 我們會覺得比較會需要在意的東西 可能是在如果他嘴巴裡面 有東西的時候 或者口水 或者是其他有異物的時候 如果他又吞進去 可能會造成他的吸路性肺炎 那這個時候嗆到的話 其實是很危險 所以在他已經比較穩定的時候 我們需要在意的 要讓他能夠趕快撤躺 在能夠搬動他的時候 讓他趕快能夠撤躺 然後撤躺過來 能夠把他的頭把它往上頂 然後側向一邊 這時候他嘴巴裡面 如果有東西 就讓他能夠趕快流出來 我們的一個復速姿勢 另外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關鍵 是在他可以把 把他的上面的這隻腳打弓 這樣的話他就穩住了 他就比較不會這樣身體晃來晃去 如果沒有衣服擋住的時候 可以讓他的手把他的下巴 這個地方撐住 這樣子的話 他的頭就可以維持一個姿勢 這個時候再趕快去找人來幫忙 通常我們在發生 這樣子的一個病人 他很多時候 他其實是已經有過一些的經驗 這個時候不需要太緊張 有很多會建議說 如果他發生了 然後之後五分鐘之後 就已經整個停歇 其實你要等他醒過來之後 然後再問他是不是需要再 要不要送醫院去 因為有些人他並不一定希望別人知道 這所有的事情 而這樣對他來說 其實已經發生過幾次 那個就不用太緊張 但是如果說剛剛提到第一個 如果時間太長 或者是他好像緩解了 突然間又發作 對 這個時候可能就表示他有一些 不是單純那個他慢性的 這種癲癇的問題 可能是表示他有另外的問題 有些時候是因為發言等等 這樣子的問題 這個時候就要特別小心 要不然的話 最好的 而且我們最常見的方式 是等他清醒過來之後 他自己再決定 不必急著馬上就緊張的 趕快要打一一九 這個道路 對 這個是很重要 我剛才這是什麼事情了 林林你為什麼要救我 你 等一下 等一下 我還有一個問題 瑞玲同學 你希望超過五分鐘可以起來 你先不要醒那麼快 我還有一個問題 你剛剛是說 我旁邊有一個人的時候 可是如果是我自己本身 一個人的時候 那我知道我快要發作 我要不要 要怎麼樣去判斷說 我可能要找一個位子 是對我最有利的 會知道自己快要發作嗎 應該會知道 會 會知道 你會知道那一天的狀況 那怎麼辦 就比較難了 這個時候 就是趕快把你身旁 可能會造成你危險的那些東西 趕快清開 就這樣子 有的人他如果能夠找到椅子 他甚至就躺在椅子上面 其實發作過了就沒事了 對 有時候怕在浴室什麼 很容易滑倒 對 趕快會造成傷害 好 所以這個是 顛尖急救的這個步驟 經過醫師 還有瑞玲同學 這樣子的示範 我想整個程序 我們都了解了 謝謝瑞玲同學的示範 好 兩位請回座 好 我們謝謝兩位的示範 我們來看第四個 這個健康常識是什麼呢 對 好 不可思議的還有什麼 喝可樂會引起腎臟病 好 喝可樂是不是會引起腎臟病 來 我們四位同學請舉牌 一二三 這個一定是對的吧 那你的答案跟我們不一樣 為什麼 你認為不會引起腎臟病 用猜的 那你就猛喝就對了 我真的是用猜的 你用猜的 也許他有其他的問題 但是一定是腎臟病嗎 我就不知道了 好 可是跟胃比較有關係吧 是不是 那這樣腐蝕力很強嗎 我要先講嗎 好 你先講 沒有 我覺得可樂 基本上對身體 就是一個非常不好的東西 對 為什麼呢 其實我小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 他們家在做所謂的 可樂公司的 他說他們 他其實從小不敢喝可樂 為什麼 他自己不敢喝啊 對 為什麼 因為他發現 在運輸可樂的不鏽鋼管 他們大概每三個月 半年要換一次 為什麼 都是腐鏽的 所以那種東西這麼強 我覺得對身體是很可怕 很可怕的事情 對 所以會 可能某種真理存在 瑞玲呢 妳為什麼要讓我勸 你看 我問我 就說 來 反正就是身體嗎 對 瑞玲呢 沒有 因為我看過一篇 美國研究的報導 就是說如果人一天 只要喝兩杯可樂 它引發腎臟病的機會 就很大 還有腎積也十 對 所以我是根據這篇報導 所以我覺得是勸 沒錯 人家講顯得你很有學問 沒有 沒有 因為我也是這樣認為 我就搭一個電車這樣子 好 那兩位專家 究竟是怎麼樣的看法 喝可樂會引起腎臟病嗎 請舉牌 三角形 缺 不一樣囉 好 那請潘老師先回答 為什麼是三角形呢 好 因為這個 你的題目說 喝可樂會引起腎臟病 這個句子太肯定了 太肯定了 我不敢講對 因為那如果這個叫對的話 那明天所有可樂公司 通通都要來找我們 那衛生署如果認為這句話 對的話應該禁掉了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稍微 我們是稍微怕一點 喝可樂比較容易引起腎臟病 這我可能可以同意 對 那你說會這個 我這個有點怕 太直接了 太直接了 那確實 如果說我們現在可樂 已經分好幾種 我們有叫classical的 也有這個diet 還有叫zero的 有很多不同的 那如果說以classical的來講的話 因為它含糖量很高 對 那既然含糖量高的話 它都引起肥胖 那肥胖以後呢 當然容易引起高血壓 高血脂這些危險因子 都會出現 那我們也都知道 高血壓控制不好之後呢 是可以引起腎臟病 而且我們現在 目前洗腎的病人裡面 有一大部分 都是因為高血壓引起的 對 所以那這樣講起來的話呢 那麼喝可樂呢 比較可能會引起腎臟病 那這樣就對了 那這樣就對了 但我也不能跟你講說會 那我哪敢這樣講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呢 如果你不喝這個classical 你喝zero的或者diet的 那這時候你就會講說 潘老師那我這無糖的啊 對不對 那無糖的確實 那它不會胖是沒有錯 但是所有的可樂裡面呢 它放了非常多的那個phosphate 就是磷酸 磷酸 那這個磷酸呢 它在身體裡面呢 它確實 因為我們的結石有三種 一種叫草酸鈣結石 一種叫尿酸鈣結石 另外一種叫磷酸鈣結石 所以那如果說你有磷酸鈣結石的情況之下的話 那你喝了這麼多的這個可樂的話 確實它腎結石的機會會增加 那腎結石也算腎臟病的一種 也算啦 所以剛剛瑞琳特別提到說 美國研究是沒錯 他說你如果可樂喝得多的話 那麼腎結石的機率有增加 那這也是可能嘛 也是可能 也不是每一個嘛 也不是每一個 這是第二個情況 那第三個就是說呢 確實可口可樂裡面呢 它確實有一些添加一些化學物質 比如說我們現在所知道 四甲基米錯這樣的一個化學物質 目前我們認為它對身體是不好的 那我們已經很多的環保團體 好幾次呼籲 他要把這個物質給拿掉 結果呢 他信誓旦旦說要拿掉 到現在是拿掉沒 我還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好像行銷到世界各國的比例 也不太一樣 所以因此像這種化學物質吃多了 對身體也不好 所以我在十幾二十幾年前 我都不喝飲料了 飲料完全沒有 汽水可樂都不喝了對不對 對 所以我就只喝溫水 真的是好養生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大家 就可樂還是盡量少喝 不僅是為了腎臟 人家還有我們這個 這個呂文婉 還有胃病也不好啊 對不對 對 胃腐蝕 我這樣講說 難怪你頭髮這麼茂密 你還這樣說 腎臟好啊 那應該跟另外一個東西有關 那請問那個醫師 那醫師你為什麼是舉圈呢 不過聽了剛剛潘老師說 我就發現我舉錯了 可以改 可以改 可以用三秒加把你的答案折掉 是是是 遮掉一下 所以你也認為應該是三角形 是 剛剛潘老師其實在上面 他已經解釋得很清楚 是 其實我們有的時候 真的描述了 講得太直接了一點 但是剛剛老師提到了 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們在解讀這些數據的時候 我們該用什麼樣的一個態度 這邊有一個報道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當今年三月他被提到說 他的四甲基米座可以製研之後 這個可口可樂公司 他非常高調在美國 就講說我們要更改配方 對 他要把這個東西降低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他更改配方的地方只有在美國 這樣子啊 其他世界各地沒有改 對 那其實我們發現 在那個紀錄上面 他們有公布出來的數據 我們發現說 其實在中國大陸 他們同樣的這個成分 它的致癌物質的含量 比美國其實多十三倍的 好可怕 英國其實是多三十三倍的 台灣呢 不告訴你 根本不知道 就是不告訴你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 敦促有關單位 來讓這些的資訊透明 其實為了國人的健康 也讓我們更知道說 到底我們吃進去什麼東西 其實這是非常重要的 免得這樣顯得 好像世界各地的人命 不如美國之前 美國有改配方 其他世界各地沒改 所以這個真的值得 衛生單位注意一下 其實我覺得牛肉都搞不定 沒有啦 那是另外一個偉大的問題 另外一個偉大問題 所以可樂 要督促就對了 對 可樂 會不會引起腎臟病 結果潘老師這樣講解 我們就知道了 好 那第五個問題 第五個問題 蘆薈可以減緩燙傷症狀 這個蘆薈一般應該是美白嘛 對不對 是嘛 消炎美白 但是因為蘆薈涼涼的 所以如果我們不小心被燙傷 插一插這個蘆薈 對啊 也是可以的 好 一二三 請舉牌 唉唷 難得我們四個人 終於達成了一次的共識 是圓圈的 因為他臉黏的 因為你知道嗎 之前我們有講過一次 然後我就隨便說 那個東西在 以前我們家種的時候 包括現在 我在那個小花園也會有種 我們洋台也有種 他其實很好種 然後他把它切下來之後 就有燙傷之後 我都把它黏上去 然後感覺上面有一個膠質 然後他就會 他會讓你有那個燙傷的時候 會讓你稍微冰鎮一下 所以我覺得 依媽媽經驗談是對的 可是你這些生的蘆薈 就直接來弄嗎 對... 你還炒熟他 沒有 像我的 我覺得要經過專業人的萃取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比較衛生會比較好 為什麼我會舉圈呢 因為這個我就厲害了 因為女生都愛美啊 那很多的媽媽朋友 應該都打過雷射 那其實我曾經有過一次 我嚇一跳 因為非常的灼熱 好像被火燒到一樣 很痛 對 臉上 然後呢 而且泛紅 所以我很確鑑 對 類似那個東西 還有美白啊 美白的 然後去斑點的 然後後來呢 這個醫生就馬上給我一罐 蘆薈膠 我覺得真的 也不能講神奇 應該說蘆薈 它真的可以鎮定緩解 因為馬上大概半個小時 我就整個退 就不熱了 然後紅也沒了 然後很舒服 所以我覺得這個答案 我很篤定 我一定要斑回一趟 看 這又是親身體驗 所以親身體驗的 看起來感覺上滿對的 好 那這個到底究竟是如何呢 答案 兩位專家來舉牌一下 對 老師的看法是怎麼樣呢 來 一 二 三 不用 潘老師又是三角形 兩個都是三角形耶 跟我們不一樣 我知道為什麼了 為什麼 我剛剛也是後來想要轉回來 為什麼 因為 它已經換成減緩了 不是 不是 他不是治療 不是 我跟你講 對啊 對啊 九百耶 除了這個之外 蘆薈 蘆薈的種類這麼多 你還記得上次我說 真的可以吃的 或者是真的舒適 要像安德的外型 要比較醜用的 對啊 因為我記得要醜用耶 對 粗勇一點的 就是蘆薈 對啊 而且還特有很多種耶 要醜用的 對啊 如果聯考都這樣子 我們都上不了學校了 怎麼辦 觀賞用的是比較細 而且它點點很多 對 我沒有用這種重用 可是你舉圈耶 沒有 我就說 剛才我很想換耶 所以你已經替大家解釋了 對 那我知道說 我不知道說老師 是不是舉這個牌的意思 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請這個醫師 張醫師先幫我們回答 你為什麼是三角形 是 因為我們在講說 蘆薈 它是不是可以減緩燙傷的症狀 我們大概 因為可能我是需要 從兩位美女症狀來學習 這個實際親身的經驗 可能你們了解 就真的 你們了解的可能比我多 直接貼 是 是 但是我們如果從那個 醫學上面來看 其實這上面的那個爭議 跟討論一直都很多 真的啊 那目前它被證實的 比較明確的 其實是在說 在燙傷之後 或者是在這樣子的一個 皮膚的這樣子一個受損之後 它可以有效的減緩 在皮下的一個溫度 減緩 減緩 這也是降溫喔 可以降溫 當然有些降溫 其實就已經會讓你感覺說 舒服很多 對 那有時候溫度降低的時候 它也會減少一些 我們身體會發生一些的反應 但是同樣的在這個研究上面 它也提到說 它其實並沒有減少 它上面所那個細菌的量 其實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問題 因為很多人在談說 蘆薈它在急性發炎 甚至在消毒上面 可能會有幫助 但是在這個二零零七年燙傷的 這個期刊上面 它所提到的 其實它並沒有減少那個 細菌的那個量 那也對 蘆薈可減緩燙傷症狀 例如降溫這樣子 是 是 那個溫度高也是燙傷症狀指引 那應該也是對 對 所以我剛剛說 我剛剛在這個的時候 其實我在兩個上面掙扎 但是我想 它是需要再說明得清楚一點 更多研究來重視一下 還想說是因為品種的關係 不是 你猜錯了 差一點你就變我們老師 沒有 等一下看 班老師答案還沒出來 對 好 來 潘老師 第一個我還是要 重複衛生署的五字口訣 燙傷的時候 我們希望大家是 沖 脫 泡 蓋 瘦 希望你們不要在上面 給我隨便亂塗東西 沒有一個蘆薈 對啦 你不要給我亂塗東西 我也還講得到 因為喔 因為 因為為什麼我要講 沖脫泡蓋送呢 因為我們衛生署推了很久 希望大家再重複複習一下 那我們在這個急診室 經常遇到燒燙傷的病人 送過來的時候呢 醫生沒有辦法直接處理 真的啊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上面給我亂塗一堆東西 醬油啦 醬油啦 對 不管 你反正你不管亂塗什麼 就完全在處理這件事情 你把醫生本來可以急救的時間跟精神 全部花在你剛剛給我亂塗東西上面 所以我為什麼在這個地方呢 不願意投贊成票的原因 就是這個原因 那你應該是差啊 對 不是 可是問題是呢 它在所謂的 一般的皮膚 就是說因為我們這個燙傷呢 它有分成好幾級 有一級燙傷 二級燙傷 三級燙傷 那如果說皮膚已經開始有傷口 或者破皮的時候呢 那是絕對不能在上面塗東西的 但是我們也有一種情況是 那個燙傷根本就很小的燙傷 就是根本 就是說你也不用去看醫生的 有沒有 我們有遇過這種情況吧 有沒有 小燙一下有的 有吧 對 那怎麼可能送到急診室 不可能吧 對 那這時候你如果說說 你要用個蘆薈膠塗一塗 塗一塗也沒關係 我有什麼好反對的 對 對不對 我覺得 沒什麼副作用 我覺得OK啊 所以我才給你一個三角形 其實我是應該是三角形偏錯 偏差 但是問題是 如果說真的 比如說像剛剛這個 李文婉有講過對不對 我不要再講我的名字 不是 你剛剛不是 你不是剛剛打完飛收雷射嗎 那 醫生是 對啊 那醫生是給你蘆薈膠 那就可以啊 對 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希望大家還是要注意就是說 燙傷這兩個對我來講 我很緊張 對 因為燙傷分這麼多級 對 我怎麼告訴你說 燙傷可以減緩 我嚇死了 可以用蘆薈 不行 有沒有道理 你如果說燙傷都非常嚴重 都破皮了 你還給我擦蘆薈 你不必呢 你趕快衝頭爆開 謝謝 我感謝你了 我非常感激你了 沒錯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製作單位 出題的用心 對 從這個隱形當中 製物性行銷了衝脫泡蓋送 你看 多棒 然後政府還沒付我們錢 對 下一次 下一次 好 所以這個就是這五題 相信我們從這裡面呢 包括李文婉等人還有我們 都得到了非常多的知識 瑞裡面還有帶一個 這個蘆薈料理給我們 如果不能夠用皮膚敷的話 乾脆用吃的算 我們來吃的嗎 其實真的可以吃 其實也要選對蘆薈 對 要選對蘆薈 不要選那個小小次的 我還是強調 其實你要選這種粗 粗進的 在那個 我們那個青草街 其實都在 其實他們都有賣 對 有賣 這個是食用型的蘆薈 對 那我今天做了一個 就是要做 蘆薈枸杞肉根 它的一點絕 其實我跟你講 它上面的材料 我就寫在上面 就是蘆薈枸杞加肉根 那它的一點絕是什麼 記得要加薑片 還有肉根上面要裹太白粉 那如果說你沒有把 弄太白粉的話 它會很柴 那記得加薑片下去 因為它去著肉腥 那這裡面的蘆薈 我覺得 那他那個薑片 還有一個是去寒 因為蘆薈很涼 答對了 寒涼 而且他這個道湯品 就是說記得蘆薈的時候 要什麼時候放 湯滾了之後 所有材料放進去 湯滾之後最後放 然後放進去 他只要滾馬上熄火 但是我會建議 大家如果說你們很擔心 用這樣的生蘆薈 去青草行買的話 其實現在都有賣 罐裝的蘆薈了 他會比較衛生 已經處理好了 對 那這道湯品的作用 在哪裡呢 那蘆薈擺在湯裡面 他就化了對不對 對 所以不能煮太久 他一滾 你就要趕快把它熄火 然後他這個湯品的作用 在於固乾 還有清 就是清肺的作用 其實很香的耶 很香 還蠻不錯的耶 對 雖然是攝影棚 他太早拿出來 可是我跟你講 熱騰的時候真的非常好吃 沒錯 黃薈老師都沒有吃 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 是他們已經吃完了 兩位老師都沒有拿起來吃 沒有 他們還是在迷戀的 沖脫泡蓋送 覺得好像離爐會遠一點 對 一定要這樣做 沖脫泡蓋送 好 那我們節目先進廣告 廣告回來之後呢 繼續來聽潘老師的小兵您 我們大多知道呢 現今的這個網路發達 很多人在尋求解答的時候 經常會利用這個網路上面的資訊 來引導你做判斷 那上一次我們在這個 我們的保健師電子報特別提到 美國人也特別針對這件事情 曾經去調查過 發現有一半以上網站的資訊 都是錯誤的 所以在這邊我要特別提醒 我們的觀眾朋友就是說 如果你在看網站 或者網路上面的一個消息的時候 不能夠全信 因為有一半以上是錯的 那我們在上次的保健師電子報 也特別提到就是說 那什麼地方是可以信的呢 我們也跟大家講第一 最可信的是官方網站 只要是中華民國衛生署 或中華民國國民健康局 所公佈的訊息 基本上是對的 但是呢 在美國上次的這個調查當中 發現呢 他也只有百分之八十是正確 怎麼會這樣子呢 難道這個官方都會講錯的嗎 其實不是 他沒更新 雖然二十趴是 那個公務人員來不及更新 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再提醒大家就是說 你看官方網站之後呢 你還要看po的日期 你po的日期如果是二零一二年 比如說十月 你就知道這很新 如果說你今天看到的訊息是二零零九 那個就不一定對了 所以這是第一個 大家要判斷這個網路消息 是否正確的原因 那接下來就是說呢 除了官方網站最正確之外 他第二個比較正確的是什麼單位 你知道嗎 就像我們這個嘉義基督教醫院 這種財團罰人 或者是社會福利機構 這種都比較容易正確 還有像台北榮總 台大 這種比較容易是正確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後啊 看這種消息的時候啊 一定要注意這幾項 才不會被誤導 否則的話呢 會造成很多的問題 就像剛剛有人講說 這個大發作的時候 還把手放下去給他咬 那這個沒必要了 這個非但不能救他 還把自己手給咬斷了 那那沒必要了 那是我們連續去看多 所以我相信呢 各大聊天網站 那那個錯誤率應該就更高了 很高 為什麼要看健康同學會的意義 就在這裡 對 所以我們節目這個存在 是有價值的 而且要看網路的話 真的就是說 你看現在很多醫院 就像嘉義那個基督教醫院 有很多 他固定每個月都有網站 你只要點選上去 都有很多很多新的醫療新證 對 而且有很多 這個醫療方面的基金會 他們有發電子幫 有的時候呢 看看他們新的知識也是不錯 當然也是登出來 政府單位的這個網站 要定時去更新 對 免得還有這個 一成多還是錯的 我剛剛還想說 你會講到可樂 對啊 可樂就是成分啊 對不對 成分 你在這裡 之後再談叫做 打電子 頂流 試著 打電子 打電子